爆發現在還燒進了總統府 總統府有一名導覽志工確診 引發了政壇高度關注 台北市狂燒87例本土個案 面對中央要放寬學校的管制 台北市反而反其道而行 未來如果有四個行政區停課 那台北將採取全市大停課 本土疫情大爆發 經傳總統府也有一名導覽志工確診 而這名志工是在2號時 廉價期間和有人出遊 有人先確診後證明志工隨後PCR也確診 不過所幸他在廉價收假後 並沒有回到總統府 初步研判對總統府暫時沒有影響 台北車站也驚傳有確診者 原來是一名北車的行李房員工 廉價過後上班第一天 因為家人確診自己又去快篩 一篩竟然是陽性 他每天至少接觸30名以上的旅客 目前匡列了13人 北市7號一口氣新增了87例本土個案 至少24校上萬名學生打停課 指揮中心說打算放寬校園管制措施 減少學生停課 但台北市高標準管制 該行政區裡面有三分之一的學校停課的話 該區都會停課 也就是四個行政區已經達到停課的話 全市確實有可能會達到全市停課的標準 中央地方不同調 專家說國小學生根本無法打疫苗 中央放鬆管制後果難以想像 開放之後12歲的小孩子大量的傳染 他的ICU住院率也比較多 加上死亡率也有點高 再加上他會有併發症 然後如果說在學校感染之後 又回家傳到家庭 結果變成一個傳染窩 台北市不只校園大輪縣變成疫區 疫調更發現光17號就有17例確診者跑酒店 導致北市9家酒店要停業三天清消 直到4月9號才能復業 也有129人被匡列採檢 本土疫情貶地開花 讓市民成了進攻之鳥 記者楊七號水光號 SNG小組台北報導